这看起来像是布吉纳法索政府最可怕的噩梦 转眼间 首都瓦加渡谷的一场友谊赛变成了恐怖区 幸运的是 这个场景只是一场由美国和其他国际盟友组织并赞助的演习 美国驻布吉纳法索大使安多鲁扬对美国之音说 在2016年布吉纳法索首都遭到袭击 暴露出一些弱点之后 这种做法至关重要 当时的应对措施不符合布吉纳法索人民的标准 像美国和法国这样的合作伙伴 不得不帮助应对那次恐怖袭击 有过官员说像这样的演习提高了当地执法部门 击退袭击保护平民逮捕恐怖分子嫌疑人的能力 当地执法人员演练现场处理措施 我们必须保护现场 不要损坏证据 但是美国大使馆的地区安全官罗西·塞德诺说 这个系统有一个大问题 恐怖主义案件不会进行审判 在布吉纳法索有很多恐怖主义案件 其中一个挑战是他们还没有能够起诉一个案件 熟悉布吉纳法索恐怖主义案件的消息人士 对美国之音说大约有400起案件涉及将近200名恐怖主义嫌疑人 这些人被关押在布吉纳法索 目前还没有审判日期 当然无限期的等待审判是不能接受的 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官员强调 布吉纳法索官员接受过战争法方面的培训 为了应对堆积如山的案件 美国大使馆已从美国司法部派出一名检察官来协助布吉纳法索 在与我们的布吉纳法索伙伙伴合作之下 将会有一些明显的进展 不仅是在政府内部 而且人民可以看到他们的系统是有效的 但是由于美国法律顾问上个月刚刚抵达布吉纳法索 目前还不清楚布吉纳法索人民何时才能最终看到正义 美国之音八部瓦加杜谷报道